如果說你還要預先把這個DIR出來 然後再從這邊去抓它的話 這樣顯然有點麻煩 所以呢 像那個Python裡面OS.work 然後在VBA裡面有DIR 那如果說我今天要把這個地方回圈 不要用Fore圈 因為Fore圈可能要預先已經知道 可是你預先不知道有幾個的話 那怎麼改 首先第一個啦 一樣 我們把這個 就拿這邊這個也是一樣 拿匯入這個來複製一下 那也許這邊P次 一樣是P次 那我只是說把這邊改成叫Do 或者叫Fore圈其實也可以 Do 那Do回圈裡面的話怎麼寫 首先第一個 如果一樣的問題 我這邊有檔名 我要讓它反覆改變 所以這邊的話基本上 剛剛是Fore NAS 不過呢如果用Do的話 首先你必須什麼 要知道那個檔名 所以你要第一個 給我個檔名 然後當那個檔名存在的話 我就去幫你把它打開 如果那個檔名不存在 我就跳離 所以第一個 要先用DIR先去抓到那個檔名 就是資料夾裡面的第一個檔案 先檔案的名稱給我一下 第一個三重點TST 那我怎麼去抓 首先我這邊多增加一個變數名稱 叫Fname 等於什麼呢 DIR 用DIR函數 函數裡面記得 雙引號裡面 四川裡面 第一個先告訴它 你的目錄在哪裡 那那個 OS.work是這樣就OK了 可是特別注意 DIR不一樣 DIR還需要什麼 斜線 它的副檔名也要給它 新號點TST 它就會幫你把 這個目錄裡面的 所有的 TST都幫你找到 當然如果說你要找不同類型的話 你也可以改 CSV XML 等等 其他或者是 你可以怎麼 新號點新號 就是你不管 哪一種類型都可以 只要有檔案 你就幫我把它找到 那我們這邊主要是TS 所以我用TST 好 那這個地方的話 它會先幫你抓 這個目錄裡面的 第一個檔 也許是三重 三重點TST 會丟到什麼呢 FileName 接下來我可以怎麼樣 再來 用那個回圈 Do File 當什麼呢 什麼情況要去開檔 當那個檔名 它不等於空的 意思就是說 有那個檔名的時候 如果說 等於空的表示 它已經找不到檔名了 已經是沒有了 沒有就會跳 所以 Enter兩下 打一個loop OK 所以這個VBA 它一定要有個頭 一個尾 這個可能要注意一下 所以File有了Nex 那再來的話呢 就把中間這一段 一樣搬到回圈裡面 一直反覆做 那把這邊按個TAB 下一階 接下來的話呢 把這個 改成什麼呢 AND 空一個 AND 然後FName 把這邊改一下 FileName 有沒有 應該可以看懂 這個意思啦 只要熟練而已 因為很多同學 看得懂 但是叫你自己寫 會寫不出來 會寫錯 OK 那表示可能不熟練啦 不過這種東西 就熟練就好了 好 那再來的話呢 接下來 這個56 56應該 我剛剛是把它delete掉 在後面AND 空一個AND R 那R怎麼來 其實也是一樣 跟那個一幅 我乾脆寫一樣 所以 在這邊 TAB鍵一下 然後呢 把剛剛的這個邏輯判斷 其實都一樣 有沒有 IF到AND IF這一段 複製一下 一樣是放在回圈的下方 放在這邊 貼上 OK 也就是說 如果你要 這個合併的時候 這個是空的 那就從第一列開始 如果不是空的 就向下追蹤 那這樣的話呢 基本上就 嗯 程式寫好了嗎 沒有 還有一個地方 因為你第一次 有沒有 DIR 那如果你要抓下一個檔 特別注意喔 請你在loop的上面喔 記得還要多寫一行 跟他講說 再幫我抓下一個檔名吧 欸 那叙述特別注意喔 那個下一個檔名的話喔 就是叫 Fname 等於 剛剛有講過嗎 DIR什麼 小瓜湖就可以了 那小瓜湖這邊喔 完全不用像上面一樣 這個是 抓 第一次的時候 還有跟他講 副檔 之後的 每一個檔案 名稱 記得從這邊抓 他就會把三重 然後中立 抓給他 然後呢 他就再回到回圈這邊 判斷 有沒有是不是空的 不是 不是的話呢 因為資料有 所以就跑這一個 然後往下 OK齁 所以這邊我 跑一次給各位看齁 這邊按F8好了齁 第一個他抓到什麼 Fnet 三重對不對齁 三重是不是空的 不是 所以他 那A1裡面有沒有東西 沒有東西 所以 資訊這邊 R等於多少 R等於1 所以從第一列開始 從這邊開始放齁 然後再來的話 Fname 把它開起來 開起來之後 告訴他說 幫我放到A1這個地方 開起來 那這一行 這一行是用那個 空白分割 這一行是 Column 就是藍 Data Type 就是那些藍 你要怎麼分齁 所以我們分四藍有沒有 Array 1234 四藍 OK齁 然後這一行 確定齁 這一行 把直接資料抓過來 好 然後呢 他就 抓到這個之後的話 目前可以看到 他已經幫我抓到 第五十五列 那如果說要往下 繼續找的話 特別注意齁 目前Fnet 是三重的 可是經過這一行之後 按一個F8 他就意思是說 幫我再找下一個吧 有沒有 變中立 第一個找到 換下一個 換下一個 OK 所以這個也有一點點 像那個串列裡面去 抓下一個的那種感覺 只是換成DIR 結果其實都一樣 下一個 所以中立的話 這個時候A1已經有東西了 所以他會跳 這個 那就是55加上1 56 OK 所以當然你可以從這邊看 這邊 55加1 甚至你可以把55加1 賣個56 其實VBA我覺得有個優點 就是他可以慢慢足行去跑 只要按什麼 按針錯裡面的F8 或者甚至你可以中斷點 我覺得這個VBA裡面 方便的地方就是 他除錯環境 會優於那個Python 然後呢 再來其他部分的話就是 再去開下一個 那開完之後的話把它放到後面去 再換下一個 現在的話是中立 再下一個的話呢 那就變藍頭 H類推 所以其他的部分 就把它全部執行好了 全部執行 OK 往Ctrl向下看一下 1315筆 所以結果一模一樣 那只是說呢 最後 如果說你做完這些事情 你希望把它存檔的話 比如說你要匯出 假設你希望把這個結果放成 到這個目錄底下 叫O.TST的話 那你可以在最後再補一行 比如說我今天 跑完回圈之後 那你就跟他講說我要存檔喔 那怎麼存檔 其實特別注意喔 目前這個工作表 你可以叫什麼 Active VBA裡面很喜歡用Active 目前的工作部 工作部就是有檔案 所以Active workbook 你可以打一個work 工作 我打錯了 Active workbook 目前這一個工作部 點裡面的話有一個 另存心檔 叫Safe as 欸 特別說 Safe as就是令 Safe就是儲存 如果你要把它存成 另存心檔 那你可以跟他講說 喔 幫我存到哪裡呢 存到那個 低疊底下 欸 在低疊底下 所以拿這個 幫我另存心檔到低疊底下 那名稱叫o.tst 然後豆點 跟他講說 喔 我的那個 這邊會顯示什麼 檔名 第二個是file format 幫我存成那個 存文字檔 那存文字檔的話 你只要打一個 XL 再打一個 TEXT 其實打小寫 我習慣都打小寫 XL 是 Essal裡面 那個他的那個 參數的習慣用語 XL 那TEXT 是文字 所以這個意思就是說 幫我存成 存文字檔 幫我的Safe as 這邊的話 假設我 跑完之後 順便輸出好了 這邊 我們如果執行一下 OK 那你會發現 我把它Safe as 這個地方 你會發現 就有一個o了 打開 裡面就有了 OK 所以其實結果呢 當然跟Python 其實差不多 只是說 換一個環境 也可以辦到 怎麼樣 所以請各位試一下 剛剛這一行的話 我應該也有把它 放在雲端上面 只是 另存心檔那一行 好像沒有加 所以這個部分的話 也許再把 另存心檔這一行 把它補在這裡 OK 畫面先還給各位試一下 如果說 你不要用DIR 先預先知道那個檔名的話 其實就是利用所謂的那個DIR 所以我這邊把它mark一下 DIR 然後再配合 下一個 再一個DIR 然後其他的話 就是利用那個 其他跟前面都差不多 在DoFile DoFile回圈 去找到那個 我們要的檔名 是否存在 如果是的話呢 就幫我把它開起來 換下一個 換下一個 直到 它的條件 等於空的 就是沒有了 沒有它就等於空的 那就離開圍圈 這裡的話 我想請各位試一下 最後就是把它存檔 另存心檔就Save as 好